主要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 《纸商篇》第十七章 曾子曰 无闻诸夫子 人未有自治则业 别勤善乎 曾子说 我曾听闻夫子说 人不可能自动地致尽其感情的 果真有 那一定是亲临父母之伤的时候 第十八章 曾子曰 无闻诸夫子 孟庄子之笑也 其他可能也 其不改夫之臣与夫之正是难能也 曾子说 我听闻夫子说 孟庄子的孝顺 就其他来说 一般人也可以做到 但他不更换父亲的旧臣 以及政治措施 这可是极难能的 父母 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父母先是 痛入心扉 手上着 只当嘴本溯源 尽其情也 不可一矣 这也就是所谓的 自治则也 也就 人的情感 从内在所发 最真实的 最真实的 就是父母先是 当下 那一刻 那真是痛悟心扉 在中华文明 特别强调 孝涕人伦 孝涕人伦 接来自情自性也 其中 由以孝道为罪 孝 是对生命根源 纵贯的追溯 与崇敬 是整个人伦 共同体建立的基础点 三年五改于父之道 伴为难能也 三年五改 经过三年之三 守孝三年 反思这个家族之种种 反思父亲之种种 而重建父之道 这本极难能 当然重点在父之道 不是父亲之所为 你都三年五改 是因为经过三年 树立了父之道 而能五改 无变动也 举个例来说 大鱼 下扫了大鱼 他的父亲滚治水 用的是围堵的方法 结果并没有除掉水患 反而让水患更严重 鱼用的是疏导的办法 他知道他的父亲的法子 用来治水 并不合乎道 所以他就不必 他就不必谨守着父亲 那个法了 大鱼如此 顺更是如此 顺的父母 都离贤得很远了 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顺还能成为大贤 这可真是自觉 决心够强的了 孟庄子孝顺父母 能不改父之臣 与父之正 岂为难能也 这因为他的父亲 是贤士大夫 他所用的臣子是贤士 他所行的政治是善政 成为贤臣 正为善政 所以可以不改动 这真是难能 难能是很难愈合 这样状况 所以难能也 圣人之学 大道之学也 不合乎大道者 所以圣贤亦当赤之 合乎大道者 所以为余夫余妇 也应当是可取 所以进一步 不止可取 还要讲义制 大道如此 方可行也 方可继承也 方可传续也 这很重要的 所以大道之传 就以大道之理而说 不是仅仅人说而已 好的 我们回到 重读一遍 《论语》子章篇第十七章 曾子曰 吴文诸夫子 仍未有自治者也 必也亲善呼 曾子曰 吴文诸夫子 梦装子之笑也 其他可能也 其不改父之臣 与父之正 是难能也 《论语》 主段篇第十七章 正语一遍 我吴文诸夫子 仍未有自治者也 比较亲善呼 第十八章 正语一遍 我吴文诸夫子 命中诸之好呀 其他可能呀 其不改父之心 以父之正 是难灵呀 好的 我们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